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最难忘的 我们有请下一位美玲子 Martin老师好 很高兴今天看到了我妈妈的偶像 我昨天晚上还特别打电话回台湾 我妈妈听到今天要跟Martin老师一起做这个直播 她非常的兴奋 所以她现在也在台湾跟我们一起收看 那今天首先就是要介绍我们是客家人 那我妈妈呢是一个我们厨房的女王 因为我比较手材一点 所以我只能偷偷地学了这一道又简单又营养 然后又好做的一道菜叫做红柜细三椒 那她这个主要的食材 当然我们从那个名字就可以知道是鲑鱼 但是呢我们鲑鱼通常蒸完的时候 会比较成于粉红色或偏白 但是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秘法 我们做完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红色的鲑鱼 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非常特别的母亲节 也谢谢Martin老师让我们有机会 然后也希望这个母亲在台湾能够看到他的偶像 Martin老师 哇谢谢谢谢 大概十多二十年前的观光局 请我们一个团队去拍了台中客家村 拍那个客家人的美食传统跟城船 所以我对客家的美食客家的文化 那客家的历史特别有兴趣 跟我呢 让你给妈妈准备一群的宝贝 这样你告诉你妈妈 你去 对 对 对 拥抱她 拥抱她 我们看看美玲子 美玲子好像做得怎么样吗 我刚才看到Martin老师的那个神器 我真的非常需要 因为前上个礼拜才记得到手指头 真的很需要Martin老师的那个补食神器 刚才今天没有介绍到我们的食材 三胶 那当然就是三色胶 这个绿色的青胶 红胶 还有这个橘色的胶 颜色三个颜色 看起来很漂亮 大家都知道这个青胶在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一个很重要的手续 这里就是叫做冰镇 因为我们是生的这个 三胶是没有去煮过的 所以这个冰镇的时候 我想要跟Martin老师请教一下 怎么样的这个冰镇的这个技术上面 它会更脆 不如要用冷水用冰来做 你如果用冰水的话 冰水呢只是大概四度五的 但是用冰的话 它呢 慢慢有的时候呢 那个冷的情况呢 比较好一点的时候呢 放冰放在这里 放在冰箱去冰镇 不要用冷水 用冰来做冰镇 好吧 OK 可以先放一些水 然后放一些三色胶 然后就把冰块放在上面 放了胶以后 放一些冰块 把它冰镇下来 通常所以我们今天的食材 除了鱼不是在家里养的 是从外面买的 基本上我们用的食材 都是从面子里面 直接现场去摘的 那Martin老师 请问这冰镇要多久的时间 会比较好呢 通常呢在餐厅呢 最少要几个小时 不要放在冷冻库 不要放在冰箱 放在冰箱 但是有冰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呢 如果是蔬菜的话 那个胡瓜也好 很多东西 你放在冰箱的话 它呢蔬菜里面的水分 变成冰 用冰之后呢 就会挖在这 所有的口感没有脆口了 所以不能够放在冰箱 我们的这个秘密武器之一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 你就要看到 这个是番茄 对不对 那番茄 我们在台湾 我们去买番茄 它一定会给你附一包 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粉呢 一个是比较白色的粉 一个是比较红色的粉 大家知道是什么粉吧 酸酸甜甜咸咸的 这个叫做酸梅粉 哇 白色的就是叫 密绝 那诀窍就在 我们在做三椒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 因为三个颜色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选择 用化梅粉 放在三椒里面 那如果是方本的 那个规律呢 我们就用酸梅粉 所以一个是化梅粉 一个是酸梅粉 那个组合起来 是不一样的口味 而且出来的色泽会很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就是 有明镇好的干镇椒呢 我们就会把它要来做调味 首先呢就是把这个 檸檬汁倒进去 然后在里面撒一些化梅粉 太咸怎么办 我们就加一些 白糖 然后把它封起来 重搓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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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到这边等它入味 然后我们刚刚把这个 沙门我们有蒸好的 月亮亮亮的沙门 哇哦 在蒸的同时呢 我把草豆一起蒸 因为你过一次蒸呢 最好就是这样子 比较节省瓦斯 一般蒸好呢 不会有这个是这种颜色 有一点粉红色 等一下呢 我们最后的成品 会呈现给大家 是不一样的颜色 我们等一下拭目以待 美玲子的 哦真的变红了 哇 三椒 好看好看 对很豐富 这道菜红灰细三椒呢 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就像妈妈跟我们之间的 这个爱的这种感觉 在酸中带甜 甜中带酸 然后又很juicy 就是像妈妈给我们的爱 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如故春风 所以真的 以这道菜来献给我最亲爱的妈妈 也真的是感谢你 把我抚养长大 感谢妈妈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